欢迎大家来临香港文化博物馆参加今天的讲座 这个是康民署娱乐频道互动家01系列的节目 观众可以透过香港文化博物馆YouTube频道观看直播 以及在问答环节向讲者发问 在问答环节我们会先解答YouTube频道观众的问题 然后再解答现场观众的题问 透过即时互动希望大家可以对今次的内容有多些交流 今天的讲座从南博精品看中国女性千年文化生活潮流 是配合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 众女尋他南京博物院藏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展专题展览 而举行的一个特别节目 我们很高兴邀请到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 邓文梁博士为大家主讲 现在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博士 有请 多谢各位 也都是藉着新精头这个日子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今天我们的讲座就配合我们《众女尋他南京博物院藏中国古代女性文物》这个展览的展品 去和大家分享一些比较可以用另一个角度去看看 或者可能有人会觉得文物的展览会不会是很高深呢 里面牵涉会不会是很多很专门的知识 大家进去的时候 可能有些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呢 希望透过今天这个讲座和我们展览的设计呢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印象 文物展览可以很潮的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讲题都用潮流来讲 大家会不会想什么叫潮流呢 大家今天穿的衣服 是不是今天的潮流呢 大家今天戴在身上的东西 或者我们在香港生活 会不会牵涉到很多是饮食的潮流 我们生活各种娱乐的潮流 那古代人是怎样呢 古代是否离我们真的这么遥远呢 他们做的东西是否跟我们真的这么不同呢 古代是否真的那些东西是勾住的 老土的 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角度呢 我们今天尝试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探讨一下 也可以说我们这个展览里面 其实也很感谢南京博物园 给我们这一批这么好的展品 总共有118件展品 其中有21件是一级品 23件是二级品 其实是很丰富的 它跨越的时代 最早是商代的甲骨文 到近现代的20世纪的初期的展品都有 跨越的是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所以在这么丰富的题材里面 而且他们也给了一个很好的角度 我们就是跟女性有关的文物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平时一般 搞文物展的时候 一个很宏大的历史观 或者是某一些历史事件 或者某一些历史时期 而是我们从一个比较生活化的 用文化去看一下 究竟文物可以怎样带出来 如果你们有机会进去展览 或者你未进去展览 我这里当做一个高把 你可能一进去会觉得 文物展?这么有趣的? 一进去你会看到 两块花这绿的墙 好像一个万花筒 有点什么?元宇宙的感觉 你好像去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展览 我们就是希望你一进来这个展览的时候 进去展览厅 好像你去泳池一样 你未进去泳池以前 经过一个水幕帮你冲一冲身 帮你冲一冲你的思维 减走你的既有的想法 用另一个角度 去重新去理解文化 理解这些文物带出来的讯息 背后的故事 我们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去看一下 也都带大家去看一下 古代女性的形象是怎样呢? 跟女性有关的 生活各方面的细节如何呢? 他们有什么才艺呢? 那我们从这个展览里面 希望可以一一地去看到吧 好了 一般展览 或者如果我们讲文物的展览 可能给大家一个感觉很严肃的 我们就想先打破这个严肃的感觉 或者大家还有一些印象的 以前 试过在香港艺术馆展览的清明上学图 大家一起排队 大家对于这些长卷式的作品 香港人好像特别有兴趣的 我们今次在一个展览里面 一日去的地方 已经有一个长卷在这里 就是这个13米的长卷 为什么我刚才用清明上学图来做一个引子呢? 如果我们说清明上学图 是一个好像宋代生活的一个小白科 都绝不为过 因为里面它的衣食住行 各行各业都几乎有了 差了一样东西 什么呢? 玩! 反过来我们今次这张 《古代是旅行乐图》 讲的是什么题材呢? 就是玩! 其实用一个轻松一点的手法 大家去看的时候 它是一个古代女士的娱乐大徒监 告诉你古代女士玩些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为什么有人会画一张讲玩的作品呢? 还要画这么长 13米长 里面有198个女性 她们在做各种不同的娱乐活动 为什么呢? 背后一定有些原因的 讲多一点点 我们今天讲的是潮流文化 究竟在什么的潮流 什么的文化背景之下 会有产生到一张这样的作品呢? 这个是另一件的作品 这件相传是筹英的画作 不在我们今次展出 我在网上拿到 这个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藏品 这张作品叫南都帆汇图 或者叫南都帆汇景物图 它说的是什么? 明代的南京的繁华生活 就好像你走到香港拍了五光十色的 街上有什么东西卖 有什么娱乐场所 一张这样的作品 其实与这张事女玩的作品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有这样的文化背景 才会产生这样的产物出来 我们由明代中后期开始 中国很多在江南地区 我们所谓江南地区的地方 那些城市很繁荣 很多有钱人 生活条件是比较好 所以很多娱乐活动 你喜欢听戏曲的 今天我们看很多戏曲的主题 很多戏曲的资料 戏曲繁荣的时代 由这个时代开始 小说 全部这些都是娱乐文化 表演的艺术 所以基本上 当时我们看到 有钱人家 从家里的厅堂 到他们的庭院 你看不少的古画里面 他们在庭院里面很多时候有活动的 夏天就可以在那儿烧夏 秋天可以上谷 还有一帮文人雅士在那儿喝酒 然后可以作诗 然后可以欣赏那个人的收藏品 好像我们今天去到一些朋友家 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自己的 最近去了哪里旅行 拍了什么回来 喝喝吃吃的 延伸到酒楼 市集 妙语 旅游明星 全部都有各式各样的旅游 或者是娱乐活动在那儿配套 好像最近你去到临村 又可以再拋一下宝蝶 或者去到那儿 又有一个商场里面 又有一个摆设在那儿 或者要请一些歌星 明星去表演座庆 大家拼了旗 这些活动不要以为今天才有 明朝的时候 一样会有 形式可能有点不同 如果大家读过将代的作品 《陶安梦益》里面 西湖七月半很明显 接着还有另一篇叫《虎休中秋夜》 讲的是什么 这些旅游明星到了某些日子 哇 万人空旷 很多人在那儿又唱曲 又表演又唱戏 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之下 周围都充满了一种娱乐的需求 所以会产生了一座这样的长卷 长卷里面 展示的不同的女士在那儿进行一些活动 有人会问 这张画会不会是宫廷绘画来的 不是宫廷绘画 昨天我和一班老师一起聊的时候 有个老师 我问他为什么这张不是宫廷绘画 他立刻说没有皇帝皇后 是的 不止这么简单 我们看看这张画画画的场景里面 如果你稍后慢慢看 那个场景像一个什么 像一个宫廷 但是又不完全是宫廷 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庭院、园林 或者一些建筑物的空间里面 好像扮演到宫廷 但是没有告诉你那儿是宫廷 里面的女士 又很华丽的 也有些穿得很樸素的 显然她们有些是高级的 有些可能是士皮、妹仔那些 可以暗示是一个有钱的家族 或者是一个贵族的生活场景 但是再切实一点 我将故事幕后的情况揭出来 就是这卷作品 其实是一卷商业性的作品 什么叫商业性的作品 不是因为有某个大艺术家 为了某一件事去创作 要表达什么 而是 如果大家最近通关了 去旅行 旅游区往往有一些 旅游产品卖给你的 很多人去到 喜欢搜集一些 装饰品 或者一些类似艺术品的 旅游产品 当时的南京 蘇州 都有一些作坊 专是做一些这样的产品出来 甚至是订制 这一张就像是什么呢? 高级订制产品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如果你细心留意 好像这张画里面 你细心留意 你会看到 那些建筑 画得很仔细 一尊一雅 一台一耳 都画得很仔细 人物画得很生动 花、石 做得栩栩如生 如果有一位艺术家 他能够人物、山、水、树、石、建筑物 都画得这么好的 他的名字一定会響过唐伯虎 这张画很有趣 是没有名字的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 这张画是一个集体制作 即是一班各有专艺的一班 专业的画师 他们就是根据那些人的喜好 将不同的部分 可能这个专业是画人物的 他画好一些人物 然后有个专业是画建筑物的 他就画建筑物 然后有个专业是画树、石 他去画不同的部分 而且还有一个有趣的点 就是 这张作品 其实是由很多不同的画稿拼成 它不是一个实景 你找不到一个实景是这样的 它是由很多小的部分 可能这个部分 譬如你看到的 可能在另一张小的作品里面 会看到 他画一个六角形的艇 八角形的艇 sorry 六角形的艇里面 有一班婶女在唱戏 在打曲 另外一个场景 有些女士在打曲 即是踢球 他将不同的场景 好像很自然地融合起来 其实他这样放在一起 都是一个很高手的处理 整个空间 你看起来 你不觉得他是左拼右拼 这个是他聪明的地方 亦都是他利用长卷的方法 去展现的时候 的聪明的地方 那你会不会说 这张画画来为什么呢 我们又会想到另一件事 什么人看呢 男人看? 女人看? 昨天我们同一班老师都讨论这个问题 很大机会 我们会说 明代的时候 很多时候 有些人 他们会在家 会结集一班朋友 去喝酒 去大家 欣赏一下一些收藏品 其中好像这一张 都是类似的 等于今天你约了三五知己 一起回去 即是在家里 可能开了一部电脑 或者是开了一个电视屏幕 出来 在看着节目 那样 明代没有电视 但不要紧 很重要 它如果有这个长卷的话 大家三五知己 一路逐段 逐段 逐段 滑开它 看手卷 欣赏手卷 我们今天的展览厅 我要做个十三米的櫃 来打开它 但是如果正式来说 是那个主人 拿了一个作品出来 很细心地慢慢打开一段 我的手就是这么长 刚好就是一个场景 你细心一点 如果你再留意一下 这张作品的时候 你会看到 拉开大概一段 你的手的长度 那段就是 原本预计了 人们看的一个距离 看完一段 大家谈谈 说一下 他们在做什么 在玩什么 一路谈谈 然后再看另一段 再看另一段 就好像 我现在在做一个 PowerPoint Show给你看 那样 基本上在过去 未有活动影像的时代 这个就是他们 一个很好的 活动影像的一个记录 内容是什么 可能以前是历史故事 或者会是山水画 到了这个时期 很多人他们 喜欢的是娱乐的内容 咦? 我们看看古代的 或者以前的 或者现在的女士 有钱人的女士 玩些什么 等于你可能会买一本八卦雜誌 会拍摄一下现在的名媛 他们什么时候会做什么 开什么派对 去哪里买东西 去哪里吃东西 在你的Facebook 实时动态上面 不断闪出来 有什么活动做 其实是同样的东西 变的是一个模式 不变的是大家想要的东西 那我们又看看了 究竟古代女士玩些什么 其实很好 因为这一件作品 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 我们可能在电视 古装片里面看过 或者我们听过的名字 或者我们根本 看都没见过的东西 那我们今次抽了几个 那个比较特别的部分出来 我们做动画在一个展厅里面 用动画来展示给你看 究竟它是怎样做法 其中一个 我们讲速谷 这个字 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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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讲踢球 我们用一个古代的 term 或者古代的词会 我们叫速谷 女仔都速谷 女仔都踢球 是的 亦都配襯今年世界杯的热潮 我们这个展览开的时候 刚刚就是世界杯开球的那个礼拜 速谷 在古代 早到汉代的时候 已经是一种 运动来的 或者甚至在一些军事训练里面 都是他们日常练习的一种模式 不过后来变成了一种娱乐的模式 原本是男仔玩的 去到唐朝开始 女仔都玩了速谷 唐朝以后 在女仔那边 她们都继续去流行这件事 那你突然想起一件事 如果你心水清的话 咦 明清时代 那些女仔不是扎脚的吗 扎脚的女仔都可以踢球 怎么踢啊 走路都可能走不到 你的印象里面是这样 但是呢 譬如我找到一首诗 明朝的时候 一个汉林的史观 叫钱福 他写这首诗 他说 速谷当场二月天 先锋吹下两禅鲸 汗尖粉面花含露 陳泊我味扭大烟 在说什么 春天的时候 有帮女仔呢 在那儿踢球 玩踢球 重要的是后面这两句 脆袖低垂 龙肉笋 红裙邪逸 露金莲 踢起了 只脚 打出了小腿 那条肉笋 小腿下面有一对 三寸金莲的脚仔 明朝 扎脚的女仔 踢球 那你回看一张画里面 有没有人看到龙门 没有 因为 他们不是用龙门那种 竞技式的踢法 他们像是踢演那种 或者玩花式那种 鬥踢得高 鬥踢得花式多 或者控球的技术 是这样玩的 那所以 你会看到 咦 有些东西 不是我们想象 古代的女仔 对 三步不出闺门 是 扎脚 很多东西做不到 不是 连运动都做到 踢球都做到 不过 相对而言 辛苦些 几回束罢 嬌无力 踢几下 就要休息一下 所以你会看到 一个这样的情况 刚才我画过 这张画里面 那些 未必是一个现实的场景 是可能很多张画 陷在一起 这是一个画稿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有正有据 因为 在这个展览里面 有另外一件作品 有一本诗集 诗集里面有些插图 插图里面都画了 一班女仔在踢球 造型是不是很类似 两者 也就是说 他们本身可能已经有一个通用的画稿 或者类似的画稿 流落在不同工匠的手上 高手的 可以画出这样的作品 一些普通的技术的画师 可能画到这样 然后他们将它刻成为白木板 刻了它出来 然后用来做木板水印 用来印刷做书籍的插图 是有这样的情况 好了,我们再看看其他玩的东西 速谷之余 原来还有一种玩的游戏叫做头户 什么叫头户 都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游戏 有多久的历史呢? 春秋战国的时候 士大夫在饮宴的时候 开始玩这种东西 将一个铜的壶放在中间 然后用一支箭拋下去 好像你去冒险药园 扔银仔那样 原来拋窄的游戏 不分中西方 一拋就拋了几千年 又是那句 一路去到什么时候 女孩子又可以有得玩呢? 又是去到唐朝以后 唐朝很有趣的 这个也看到文化转变 唐朝的文化很独特 相对开放 很多事情 女孩子不可以做 去到唐朝开始做得了 打开了缺口 之后都会成为一些贵族侍女 她生活上的一个部分 到宋朝的时候 司马光都写过一本叫《投狐新格》 说当时的人 如何不同的规矩 玩《投狐》 不是这样拋的 有计分的方法 或者有大家如何轮着玩的方法 其实游戏很多时候都有竞技性 大家都是喜欢透过游戏 去比较高低的 《投狐》是这样 《速谷》是这样 还有一样 再文弱一点 优雅一点的玩法 玩豆白草 可能大家看古装片 都可能会看过有《速谷》 可能会看过有《投狐》 豆白草可能就比较少一点 不过以前来说 在民间那里 豆白草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活动 不过可能到了城市里面 大家的花园、公园不准 禁止采集 所以你做不到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会是怎么样的 那些女士 会预先去采集了一些花花草草 然后大家静静地 用个袋套着它 所以你在画里面 你看到 除了这帮坐着玩的女孩之外 其实在这个场景的前一段 你会看到两个女士 神神秘秘捧着一棟东西 其实她们就是采集了花草 不要被人看到 因为被人看到就怎么样 你要跟人斗 怎么玩 好,我们采集了一堆草 这条叫狗尾草 怎么玩 你不是要找一条跟我相同的狗尾草 你要找一种植物能够对 什么叫对 对对地玩 我出鸡冠花 对到了 鸡冠对狗尾 花对草 对吧 再来过 我拿一只罗汉虫出来 你要对什么 好,我拿一只观音笋 罗汉对观音 虫对足 我又对到了 对不到 佛罗书 再玩得高级一点 《红楼梦》里面有说 《红楼梦》里面的小姐们怎么玩 好似行走令 要找一句诗 里面有描述某种植物 还要对到的 玩得高不高级 高级 因为这个游戏本身 除了玩你窄些什么之外 最重要是要你做什么 多色了兽草木之名 这句来自 人们以前说的读诗 读诗经 就是要你多色了兽草木之名 各方面的东西 要你有一些文学的知识 有植物的常识 还要有什么 最重要是有急才 能够配对到 所以是 游戏里面是包含了 不单是一个竞技性 而是包含了一些知识 或者一些学问在里面 其实那个长卷 我们说是一个开端 想大家从玩开始 我就不在这里说那么多 留下一些给你去发现一下 看看里面 大家那么喜欢养宠物 看看里面有多少种不同的宠物 他们养了多少种不同的动物 有没有一些你养开的 有没有一些你未养过的 看看里面还有其他什么游戏 有些你懂的 有些你不懂的 又或者再想想 如果给你开一个大派对 你会不会将那些游戏 融入去你的活动里面 试试在家里 找个瓶 然后拿几支笔 大家一起玩一下飞标 把古代的生活带来到现代 都有趣的 正式进入我们的展览 我们的展览分四个部分 每个部分讲一个大主题 我们希望讲女性的形象 讲一下她们生活上的点滴 讲一下她们的才艺 最后一个部分 男艺术家眼中的不同的女性 男人看女人 第一个部分 我们讲形象 首先你走进去这个展规里面 我们想你最先见到的 不是哪件作品 不是什么文字 是一块电视幕墙 为什么呢 大家看这块电视幕墙 觉不觉得像 时装店 那个宣传那些 我们叫做poster wall 就是海报 会移动的海报 现在很流行 我想你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展规里面 用古代的图影 用古代的器物 古代的书画 其实想让你看到 是不同时期的女性的形象 什么形象呢 由头到脚 由女到外 看看一个女性 如何在展现出来 而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不仅是她自己的一个选择 应该是一个时代的选择 还有呢 有时候很有趣的 我们去看展览 包括我自己都会 有时候面对一件作品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入手 我应该看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电视幕墙 我们尝试用另一种手法 就是好像你揭开一种时装雜誌 他会告诉你 这个就是今季最流行的发型 这个就是今季最流行的衣 这个就是今季最流行的首饰 这个就是今季最流行的鞋 这就是今季最流行的鞋 每一块墙里面 只给你看那张作品里面 讲了那个女性的头发的发型 发色、首饰、衣服的特色 最简单的方法 你看完这里之后 当你埋到那张作品的时候 我希望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张作品是这样的 用一种最直接的方法 教到你 或者叫做引导到你 去看到那件作品 究竟想怎样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握了这个方法之后 其实你看一件是这样 看一百件也是这样 以后你去看展览的时候 不用怕不懂 你一想起 你看过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图涌 我看到它的头 我知道这个是汉朝的 这个是唐朝的 这个是宋朝的 这个是清朝的 起码可以告诉别人 对不对 再说下去 这个头是一个什么形式的头 它用了什么发型 它穿这件是什么的衣服 其实 绝对不难的 让我们轻轻松松去看看 不同时代 一千年来的时装潮流 是什么 会不会有些金物 还在你的身上 不要以为那些东西是落雾 好,我们由汉代开始 这个是汉代一个女的图涌 其实在还没有说 她的时装潮流之前 我想说另外一种潮流 一个时代的信仰的潮流 生活的潮流 为什么你今天还会看到 这个图涌在这里 一千年后的人 看我们这个时代 会看到什么呢 可能会看到很多塑胶的公仔 金属的东西 那些东西会留下 不过那些东西可能在堆田区的底下 找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东西 制造了之后 下去堆田区 那这些是否在汉代堆田区找出来 不是 是在汉代的墓里面出土的 汉朝人依然很重视厚壮的风气 所以摆很多东西到墓里面 大家来试一下 你想想一下 今时今日的人 拜拜了 墓里面有什么 连墓都不太有了 我们现在讲环保 散了草地 去了大海 算数了 当时人不是这么想 其实有远古的时候 你看到全世界都有不同的古墓 越有钱的 越高地位的古墓 做得越大 有些大到是什么 金字塔 是不是 昨天看新闻 金字塔旁边又挖了一个 新的石棺里面 又有一个木乃伊出来 比陶坦卡门还要做一千年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这些知识在里面 中国也是 所以我们会看到 由先秦 由最初 比较早的时候 商朝 用真人真马 塞在墓里面 所以 王死了之后 那些飞 笨 那些 甚至是他的士兵 徐从 都要跟进去 他喜欢那些马 石人对马车 跟进去 所以你看到有些古代的 冒开出来的车马坑里面有很多马骨头 在里面 再后期一点 不要这么浪费了 如果秦始皇 要做一个这样的兵马俑的阵 他整队军队不用去打六角 没有了 当然他是统一了天下之后 才有他的兵马俑 他用真人的大势 他把他放进去的墓里面 全部都是什么 是图蛹 后来不用生人去墓葬 而是用图蛹代替了 秦始皇厉害 他可以做一比一的图蛹 就是等于你今天有钱 可以买一比一的模型回家 但更加大多数人买什么 一比一百 44 买一比一百 这些小型的图蛹 就是我们所说的 缩水了 但是有一个意识是没有变的 就是想 死了之后的世界 一直继续叹世界 将生前的娱乐 将生前的东西带下去 所以你看完这个展览里面 你看到这个是跳舞的一个女佣 就是说 他希望将娱乐带下去 就是等于今天那些人 烧纸杂给那些先人 可以烧个iPhone给他们的 其实他会不会用的 我也很怀疑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想法 致令到那些人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摆了个墓 他摆下去的东西 应该是很直接反映到那个时代 即是说那个时代是最直接的记录 那个女孩跳舞的姿态 她穿着的衣服 都是直接反映她那个时代的特色 好了 我们看这件衣服 这种衣服的造型 我们叫曲曲心衣 一块长的三角形的布 当然还有两个袖 那块布 其实就是将它在身上围绕 围绕前前前前前前 然后中间再扎一条腰带 这样就完成了 这种的女性服装 其实男性的服装都类似是这样的 这种服装的方式 由先秦的时代 可以差不多去到周朝的后期 开始一路有证据显示 一路发展到魏晋南北朝前期 流行了七百年八百年 甚至九百年都不明白 一种服装的衣服 制作的方式 虽然它上面的图案可能有不同 流行了一个千年左右 你想想一下 你今天穿的衣服 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呢 最多就是一个世纪 甚至是刚刚这十年才流行的 但是在古代的潮流可以拉到很长 还有由这个跳舞 我们引申到整个娱乐的文化 所以在很多汉代的舞里面 我们除了看到跳舞的像之外 我们这次展出里面 有跳舞的像 有一个柜在这里 其实它可能是在玩音乐 玩乐器 除了我们这个展览之外 我们二楼那里 徐展堂厅里面 正正都有很多汉朝、唐朝的文物 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你看到了 有人跳舞自然要有音乐 对乐队在哪里 你可以去我们二楼的文物展览厅里面 看看汉朝的乐队是怎样 怎样配襯下来 在四川的画像尊里面 我们都找到证据 他们当时跳舞 他们穿的舞衣 你看看 长裙异地 那个奏 长奏羡慕 是否可以互相配对 看到这个就是汉朝的一个潮流 刚刚今年春晚 有一个环节 他们就是模仿汉朝的女孩 怎样跳舞 正正好让你看到一个现实版 去对比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一种潮流 一种文化 透过一件作品去看 那些东西可能存在一个很遥远的时代 但是其实和我们今天的世代 依然有一个关联在 特别我们现在开始 越来越关注我们古代的文明 古代的文化 好 由汉朝 去到另一个大的文化的鼎盛的时代 我们经常都叫自己做汉人 又说叫自己做唐人 你去旅行的时候 然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家里面有唐人街 唐朝的文化都是很鼎盛 而且唐朝的文化很国际化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呢 其实跟我们香港很类似 唐朝的人喜欢什么 唐朝的人喜欢胡乐 西方音乐 喜欢胡舞 西方来的舞蹈 喜欢吃西方来的食物 各种各样 所以唐朝的都城 唐朝的文化 沈透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外来文化 在这里 同样地 唐朝都还很轻口壮 所以 可以留到很多的图涌 让我们看到 又是跳舞 所以你看到跳舞 是一种很主要的娱乐模式 曾几何时 即是可以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上面 是留下一个印记 在这里 唐朝 我们说这次 这个唐朝的是唐朝的一个女团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原本这一组的出土文物是有四件的 这次南京望远好好借了一件给我们 就像现在的女团一样 整个团不离了 我派一个代表来给你们大家 签名会 演唱 这样 这位跳舞的女郎 代表了她们的团 这次来了香港 你看到她造型的特色 我们说 从这个像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唐朝的舞蹈 一般我们说 有分两个大的系统 一个叫软舞 一个叫健舞 软舞是什么 是慢的舞蹈 健舞是什么 音乐很澎湃的 动态很强的 如果你今天还要看一些少数民族的 譬如一些中亚地区 吉尔吉斯坦那些 他们一直跳 一直在旋转那些 这些就好像唐朝的时候 所谓这些健舞 我们怎么知道 在诗里面 很多唐朝的诗人 写很多的诗 都是关于跳不同的 湖舞 即是外地传进来的舞蹈 我们会对比一下 这两个 没有来到香港的公仔 他们的造型 比较温柔些 可能是在跳一种 圆舞的效果 你看到她对鞋都不同 这个 看到她穿一身 扎身的舞衣 然后反领的 扎袖的 还有一对 看到她 我们对比一些诗里面的 白鞠二怎么写 白鞠二写的 借知词 借知词 即是她这首诗 是形容 那些女孩子在跳的一种舞 叫借知舞 这个也是胡舞的一种 动态很强的 秀舞 遥绸断 香奏 奏 奏扎财 扎奏的 另外一个叫做张姑 她看过一个姓杨的女孩子 跳这些借知舞 观杨园 借知舞 子罗三远 尊身处 动态微微地尊曲身 《红錦香油搭哲时》 打着拍子 踩着对红色的錦香 喂 这个公仔 不就是 展现到她诗里面 那种的动态出来 早两个星期 我们请了一个舞蹈团 来看了这些作品之后 他们用这些作品去 再構思唐代的舞蹈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活灵活现地 展现这种动态 还有这个跳舞的公仔 也很厉害的 你看到 它是很强烈地 表现了一种动感 所以你看到 它每一个部分 身体 衣袖 脚都要站在钉字脚 即是说它不会正正板板地站在那裡 刚才你看到汉潮的公仔 很正正板板地站在那裡 相对它的动作可能是比较缓慢 但是这个是刻意 利用一些S型的做法 去展现出它的动态 是很强烈的 如果你喜欢玩一下砌模型 你就知道 如何砌一个有动态的造型出来 如何是一个静态的动作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对比到两者的关系 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动态 他就想告诉人 他在跳舞的是一种有这样的动态模 再讲时装 当时的唐朝人喜欢穿胡服 因为跳舞 胡乐都是外来的 胡人的装束是怎样的 扎身 扎袖 还有一样东西 流行到今时今日 不好意思 今天我没有穿到 我今天穿了另一件 没有反领的 但是大家看看 你们有多少位 三上面 还有这个反领在 这个反领反了多少年 由唐朝到现在 千多年 潮流依然在 所以你会看到 一种的潮流 它可以在一个时期出现 但是有趣的是 这种服飾的特色 在中国在唐代以后 就没有了 反领这种造型没有了 一直到近现代 又由西装再传进来 是不是有趣呢 我们看完 比较受外族影响的 或者我们直接 刚才那件是胡服 我们看一件 当时唐朝的女性的服饰 再看看唐朝女性化妆的潮流是怎样 好了 大家可能有印象 就一讲唐朝女性 就是一个字 用两个字好些 不要用前面那个字 前面那个字 本来想用肥字 我不用肥字 我用肥字 我封闷 唐朝的女性 是不是全部都这么封闷呢 不是的 刚才跳舞那位很清秀 因为她跳这么多舞 都这么封闷 就很神奇了 另外这个 彩繪女勇 你看她也是很清秀的 所以 有一些 我们约定组成的想法 其实 未必一定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女性 其实应该是一个贵妇 我们用 中国国家博物馆 另外两个 这些出土的图影去对比 看到三个潮流 真的是一种潮流 因为不是单一见 而是很多时候都会见到 你看看 它这种我们叫做坦空罐头式 即是说照头粒 低空low cut的 整件衣服呢 很飘逸的 飘逸的长裙 但是长裙得来 不是异地不拖地的 唐朝的衣服 特别是初唐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衣服改革的大时代 经历了徐朝 衣服改变得很大 一方面有一些外来的影响 二方面 可能我们读历史都会听过 徐文帝的时候 为了要恢复国家的经济 因为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战乱时期 要很折剑 他自己很折剑 他的皇室、妃笨、后妃都很折剑 那些裙不准拖地 当然去到唐朝的时候更加 因为还有另一个很实际的原因 唐朝的女生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以出街可以有很多自由度 你脱着长裙 你怎么办 回去只洗衣服都洗完 还没有时间做另一件事 你又要骑马 所以衣服的方式 会是随着生活方式去改变 你又看看这件衣服 如果我把中间这条带拿走 根本就是一件时装 夏天的时候 女士穿的时装会不是这样 一个过头粒的一件直身的长裙 扎袖 冷气冷了 加多一条披肩在旁边 唐朝的服饰到今时今日 但是有趣的 这种的服饰只是在唐朝的维持 唐朝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 不在中国再出现这种衣服 所以你也看到唐朝的文化 唐朝的潮流 或者唐朝人的思想方法 是跟前面和后面都很不同 我们从衣式的改变也看到 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法式 他们很喜欢由初唐的时候 比较简单 到盛唐的时候 越来越多不同的头发的款式 喜欢高继 高继有什么好处 可以多插一些食物 所以越加越多 越加越多 去到中唐的时候更加厉害 头发不够了 用假的法计加下去 加大那个头发 然后再加多些发色下去 当然还有不同的分法 通常商计的 不单止只是唐代 往后的时代都是 未结婚的女生 会有机会说商计 那你会看到 好 究竟唐朝是否只是单一的造型 是否只有那些很丰满的女性 不是 而是看到不同时代 不同潮流的时候 他们怎样去展现不同的女性形象 好 看完那些 我们再下去 有其他时期的作品 明清两代 就以书画为主 一方面 造像 用来摆在墓里面 这个风气 其实都是一种潮流 唐朝以后 已经不是太流行了 或者只是集中在很小撮人的做法上面 厚撞的风气也慢慢开始改变了 但是呢 反而我们可以流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的图像 是各种的书画作品 那在同一区里面 我们都会看到 这一张 明朝一个很出名的画家 晚宁的时候 陈鸿秀的一张作品 为什么会先讲这一张作品呢?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件事 叫做审美标准 什么叫做美女或者美人 先看这一张 再回到这里 这个女孩 眼睛很小 凤眼斜上去 鼻子都很大 嘴子很小 你会觉得 那就是美人? 其实 是一个时代审美的差异 当那个时代的人 都普遍认同这种为美的时候 那大家就会接受 为什么我要放一张 萌萌的 日本动漫式的图像在旁边呢? 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 普遍接受 这种大眼督督的女孩 先叫做美 这种瓜子口面 这样 先叫做美 真正 反过来 如果我拿这张画 我自己穿越回去 明代的人 一定会说 你在画鬼啊? 骷髅骨 才会有这么大的眼睛 这个是什么? 时代审美的差异 一百年前 都没有这种做法 这种做法是 近些 可以这么说 战后 或者六十年代以后 我们普遍受 日本文化的影响 我们会普遍接受这种东西 而接受一下接受一下之后呢 连西方都开始接受这种 为一种 潮流的一种美的形象 所以我们会看到 美 在背后 其实没有一个定义 等于唐朝 可能初唐的时候 还是大家需要很清瘦 但是到中唐以后 大家要很丰满 是一种转变 好 回到明朝 这里先 我们看这张画的时候 这张画给我们一些 很有趣的信息 女性形象 女性在社会上各种地位 这张画里面 其实给到一个讯息 不是只是 有个文人雅士 他们很喜欢一种 文人雅士的活动 我们先回去 又用娱乐来说 这件事 文人有什么娱乐 文人其中一种娱乐 就是 喝酒 作诗 大家约上三五知己 他们活动的地点在哪儿 可以在自己的庭院 可以在船上 还可以在哪儿 清流妓院 明朝兴起了一种清流的文化 那些清流的女孩 从小到大训练她们 其中要训练她们 要琴棋书画 诗书 各方面的知识 为的是什么 因为她招呼那些贵宾们 都有这些知识基础 她要给你答到罪 所以在古代来说 有趣的 或者大家可能看 以前看雨场片 或者看一些电影作品里面 常常会说 那些人就会说 那些封建的家族里面 女子无才便是得 女孩子不用读书 不是的 古代的中国女性 很多都很有文化 也不是说一定在家里 不让她读书 女子无才便是得 很多时候是在农业社会的 比较中下层里面才发生 忘失成员 一定要读书 一定有各种的琴棋书画训练 贵族 一定会有 大官僚家族 一定会有 地方望族 都一定会有 甚至比较 一般的民众 而她家里的生活条件 稍稍可以好一些 都会有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宋朝有个很出名的书法家 文学家 高官 叫做欧阳修 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印象 欧阳修小时候 她爸爸死了 她妈妈照大她 她妈妈 就是她第一位老师教她写字 是不是 如果她妈妈没有知识 怎么教她写字 如果她妈妈 不懂得教她写字 还哪有欧阳修 是不是 所以我们会看到 很多又是约定俗成的观念 原来我们深入去看 其实发现世界不是这样的 好了 回到这里 这张作品说什么 晚宁的时候那些文人雅士 很喜欢在那些文酒之会之间 请一些有文化的女性参加下去 这张画就是 讲这个主题 大家一起在那里作诗喝酒 有趣的 你去到现场看看 这张画里面 谁是主角 我们经常都问这张画 有趣的位置 谁是主角 是不是前面的文人雅士 一般人会认为 就这样看这张画 看一个题目 会认为 是 他就是在画一些文人雅士 有文酒之会 但实际上 不是 你去到现场 看看那张画 文人雅士在做什么 皱了眉头 啤也啤不出那首诗 前面这个女孩 松容不敌 嘴角 还像蒙奈莉莎那样 小小含笑 我已经作完了 我已经想好了 一个有才华的才女 就在这个现场 陈鸿秀想表现的 可能是这样的主题 正正好像前面这盘花 他们要作一首什么诗 作一首和梅花有关的诗 所以这个匹女出去 摘了一棵梅花 放在花瓶里面 前面还有几棵 水仙花 梅花的香味很淡淡 幽香的 不是那么容易嗅到 水仙花的香味一出 整个厅堂都是 这个女孩的才华一出 到处都蓋过了 这个字 认为好像梅花一样的高士 我们用这样的角度 来理解这张画的时候 这张画完全改变了 颠覆了 那个女主角 她是女主角 其实这张画里面 也有暗示了这件事 她是女主角的 虽然 我相信 我相信 陈鸿秀没有学过 什么叫三角形构图 什么叫 center of interest 但一个有敏锐的能力艺术家 其实她的天赋已经做了这件事 你看看 我把一张画打个十字 谁在我十字最中间 这个女主角 这个女主角 这个人的眼光 看上去哪里 看上去这个女主角 哪个人 故意 本来这个女主角 是背着你的 对吧 你应该看到她的一个 如果她是一个 就是这样说 如果你在拍电影的话 你只能拍到她的后面 这个通常是配角或者替身 她特意都要回过头 给你看她的样子 她才是主角 是不是 还有周边的傢俬 把这个人半个身遮住了 这里的傢俬 好像整个位置 就是整个画面 襯托了这个女生出来 她才是女主角 所以是一张有趣的作品 都用陈鸿秀 借陈鸿秀来说多两件事 一样就是陈鸿秀 她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和条件 晚宁时候 晚宁时候 她生活的场景是什么地方 是江南的 是金陵 是杭州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都是当时最有钱的地方 陈鸿秀是靠什么为生的呢 陈鸿秀是靠画画 写诗 靠去一下这些 这样的民主知会的场合 以这种方式为生 而且在明清交替之際 很多文人觉得自己 一个国家忙了 到进入了另一个国家 另一个时代 有很多人 他们心里面 是会产生了很多想法的 陈鸿秀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在一个记录里面 张代 张代是她的一个朋友 她写了很多和晚明有关的作品 刚才我提过 西湖七月半 就是张代先生写的 她也写过一段东西 她说 陈鸿秀 在入到清朝之后 她的生活方式是怎样 她说她的画 很近人 很平易近人 因为很多人都很欣赏 画美女 画这些题材 很多人都很欣赏 而且她的画很卖得 影响重价 但她人是怎样 很挑达 什么叫挑达呢 放浪不羁 而且还有一件事 不是生产 又不懂得做生意 又不懂得赚钱 所以到她死的时候 连脸状费都找不到 曾几何时很风光 有钱的时候亂花 而且她在她自己的自画像上 她说了几句给自己的说话 语得虚名 穷鬼见诸 名字你就有了 但是都是穷鬼一命 国亡不死 不忠不孝 人生事业没有 钱又没有 对于国家民族 又不忠又不孝 我还可以值得来做什么呢 所以 在她的人生里面 她是用一种放浪的形式 过她的人生 她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这个都是当时一种 潮流或者一种想法 所以我们从这个作品里面 我们会看到 不单止在一个社会上面 不单止是她们 怎样去描述一个女性 或者代表一种时代 亦都是她们自己一种写照 不过 虽然陈龙秀这么说 但是陈龙秀带起了一个潮流 是什么的潮流呢 画女仔那个样 或者画一些人物的样子的潮流 刚才我说过了 那种拉长的面 拉长的人 眼睛小小的造型方法 流行了多久 流行了 由她晚宁的时候 如果我们算一下 1644年 明亡清朝开始 到现在都流行了五百多年 是不是 而且 头过二百年 是更加 风气鼎盛 为什么我这么说 你看看她这张作品 再给一张作品你看 眨眼一看 你以为 都是陈龙秀的作品 sorry 不是 这一张 是晚清时期 海上画派 另一位姓任的画家 任雄的作品 风格是不是很相似 造型的方式 如果我不说 你很容易就会认为 这张都是陈红秀 是不是 逆跡是说 陈红秀的风格 去到晚清的时候 都很卖得 是不是 潮流离波 不过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色 任雄这张的特色在哪里 昨天有位眼尼的观众就问我 他说是否在明朝的时候 没有那么多颜色 那些颜料 没有那么多发明 所以呢 那时候的人 画的画比较素色些 到清朝的时候 因为很多颜料 都可以用 那些颜色用得很丰富 所以那些颜色纷纷一点 他的观察 他第一个观察是对的 两张画的对比 色彩是一个最明显的 第二个其实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真话 所以为什么要常常看真话 你一会儿上去看 这张画的细度 细緻了很多 除了色彩丰富了很多之外 它慢慢在撩那些花纹 慢慢在画那条丝带上面的图案 海上画派的作品 上海晚清时期 一个商业都会 集中了很多顶级的画师 画画的高手 因为有很多有钱人 可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艺术市场 都是一种潮流 等于今天的香港 遲些阿巴授又来了 是不是 画廊现在开到成行成市 一种新的艺术潮流 慢慢形成 也都带出了一种口味 海派 上海这一个市场的人 他们未必完全喜欢 纯文人的口味 比较素淡的东西 都不是太对他们了 他们喜欢一些纷纷一点的 色彩浓厚一点的 装饰味重一点 刚才我说他们慢慢 为何要画那些细致的图案 想要装饰趣味 色彩丰富一点 耀眼一点 过去厅堂也好看一点 是不是 新的市场 新的需要 这些都是潮流 好 不同的时代 我们由 汉 唐 明 清 嗯 好了 看了刚才不同的作品 中国画 大家对中国画 中国人物画 是不是有一种很既定的印象 不写实 突然间去到最后清朝的时候 我给了一张很写实的作品 你看 不好意思 这张不是中国画 这张是西洋油画 但是不是西洋人画 是中国人画 这张画是什么呢 这张画的主要市场在哪里呢 为什么会产生呢 今次南京博物馆有这张 但是南博的专家 都未必知道原来我们香港有很多这些画 香港艺术馆有很丰富的收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画本来就是流行在 19世纪以后的上海 广州 香港 澳门 这些地方如果说的话 大家可能有一种印象 他们就是 西方人来到中国做生意的据点 亦都是中国近代 经济蓬勃发展起来的城市 亦都是最早接触西洋文化的地方 所以西方的画风大度过来 最初由一些洋人画师来到中国 画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给什么人的 其实 很多都是给那些来中国做生意 探险 冒险 旅行的人 来到之后 好像你们去旅游园之后 买旅行纪念品回去的 第一 第二 那些大的商行 在中国设了分公司 等于今天一样 他们那些公司里面 最出名的 广州的十三行 就是这些洋人公司的地方 做生意的地方 在他们的住宅 或者在他们办公的地方 他要装饰的时候 他们用一种这样的模式 用西方的模式 画当地的风景 当地见到的人物 一种有异国风情的东西 放在他们的那个空间 生活的空间里面 或者到他们走的时候 就带回自己的国家 所以如果你今天去欧洲旅行 去荷兰 去奥地利亚 比利时 丹麦 瑞典 英国 你去参观那些海士博物馆 一定会看到有这类画 因为这些就是和18、19世纪 西方人来到中国做生意 是有密切关系的 那为什么有华人画这些画呢 生意有得做就是有人会做的 那些洋画师来到之后 慢慢培养了弟子 弟子学到满师之后 自己开店做生意 譬如19世纪中期 在广州 有一位叫关联窗的先生 他开了一个画室 他的画室不是画中国画的 就是画这一类型的画 用来买的 那香港艺术馆有这一张 这一张呢 以前的人又说香飞像 又说什么 哪个哪个哪个 都不是 基本上 有一些可能是那些有钱的 譬如在中国 因为有外国人来做生意 也有一些人是专与外国人做生意的 那可能那些人比较洋化些 那他们都可能会画一些肖像 今天流下来的 也有这些所谓叫做 即是同洋人做生意的 一些有钱人 他自己 或者他家里的姨太太的肖像 有机会有 但是也更加多可能是 他们请了一些模特儿 去给他们画 画了一个板之后 就可能 吸出无数那么多章出来 埋的 那我们再看下去呢 有趣的 你说什么香飞 说什么都假 这个不是满洲人 为什么认得出 我们看 他的发型 有摄影的时代 真的非常之好 我们找张相对比一下 这张相是这位Mirror先生 他1860年代 在广州的时候拍了一个广东的女士 南方人 她穿的衣服 只是这种大襟的衣服 看看她这里 她的造型和旁边这个 是一模一样的 在这里挂着一寸十八指 是吧 戴的耳環 和梳的这个叫做缝头 不要搞错 大家看清宫片 如果有一个清宫里面的格格也好 福尽也好 疏的头是不得了 要杀头的 奇人 即是满洲人 有他们自己的发型服飾 不可以潜月 所以说来说去 这张一定不是什么香妃那些 只不过可能是一个南方的人 还要在这些 和西洋通商的城市的地方 穿的衣服都是汉人方式的 不过清朝的服饰是比较特别 他们又一改明朝以来的做法 加了一些新的元素下去 从他身上的首饰 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朝流出现 绿啤啤那些是什么 翡翠 元朝的时候没有翡翠 明朝的时候没有流行翡翠 清朝的时候才开始流行翡翠 那些富贵人家 到了清代中后期 很多富贵人家都很喜欢用翡翠 当然宫廷里面也用 你会看到这些小小小的东西组织 就是一种潮流 发型的潮流 一改明朝以来那种法计的方式 衣着的潮流更加不用说了 连首饰的潮流都不断在转变 这个就是潮流 也都是形象 好了 在这个区里面其中另外做一张很小小的画 如果你想看展览的时候 这张画究竟是讲什么呢 你又不要误会 不是再玩 不讲得少 第一张我们看到的长卷 就是大家很开心玩 玩得多都要做些事情 因为要赚钱 这张画是讲赚钱 为什么我说这张画是讲赚钱呢 如果以前一般来说 这张画就会告诉你 他画一个富贵人家的家里的场景 未必会告诉你 那个富贵人家的家里 究竟他在做什么 其实他在做什么 从左边到右边 左边的角落 他不是在那儿玩 他用个房车在那儿 房沙 接着这个我将一些线 再整 就是将一些幼的线 再打成一些粗的线 接着最中间这个女主人又做什么 織布 整张画是讲紡織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不跟你讲艺术特色 什么都不跟你讲 跟你讲一样东西 叫做GDP 什么叫GDP 国民生产总值 我们以前读书 经常讲中国历史 讲中国 由古代以来 一直都在讲一个 社会生活的 对人的要求 对男人和女人的要求 四个字 男兼女职 男人去耕田 女人去职报 大家对这四个字 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男兼女职 男兼女职 男人去耕田 女人去职报 但实际上 你用另一个角度去想 这件事是什么 GDP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 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 税收是收粮食的 一 二 是收纺绍品的 而粮食呢 不是用来出口的 粮食基本上就是 国家自己的良享的供给 生活的所需 但是 纺绍品呢 就是用来赚外汇的可以 如果我们去看中国社会 经常都说以前的社会 男权社会 男人大了 没有了女人的部分 你行不行 你没有想过 原来本身真的是一个 叫做国民生产种植 男人去耕田 种了一些农作物出来 那些是一半而已 另外那一半 还要赚外汇支持国家的 是女人做的那一半 就是党籍 而在古代 无论你是一个很贫下的 做妹仔 甚至是卖身给人做奴博的 或者去到贵族的小姐 你都要学一种东西 就是这些的手艺 这个是你必须要学懂的东西 所以去到皇后 每年 扮一下东西都要去 春天的时候 皇帝要去扮耕田 皇后就要去扮养蚕 纺绩 诸如此类 是一种仪式 然后告诉全国家人 你们男人要做些 女人要做些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是GDP 所以南加累積 这个一破坏 整个国家 整个朝代就倒下了 而他们好的时候 是可以顶得很顶盛的 好 你看看看 军朝 开一条丝绸之路出来 是什么 赚钱之路 那些丝绸这样买过去 是嫁给黄金 换钱回来的 换各种各样的物资回来 唐朝的时候 继续这条丝绸之路 宋朝 那边不通 不要紧 要我们走海路 都要走通 到明朝的时候 我们看看 明朝食货字里面说 明朝万历六年的时候 全国各级苦州 征收上来的棉布 一百七十六万匹 棉花十万担 够不够黄塞用 不够用 所以多厉害 一个国家的重要的收入的来源 而明代另一个著作里面 天公开物里面说 在江南地区 十户里面 有九户都已经有纺绍的机器 整个江南根本就是一个巨大的纺绍厂 而靠他们是 帮个国家赚很大的钱 农作物很有趣的 农作物一失收 短时间里面 未必能够恢复的 但是有趣的是 明代开始 其实他们 当有些地方失收的时候 撑起那些地方的 或者保住那些地方的 很多时候还是一些经济作物 和职报、纺绩等 还可以帮他们维持 撑住先 所以你看到 如果我们说 过去的印象 说中国社会 男权社会 男人很重要 值得重新思考 这个也是我们 我们现在开始看 或者很多人开始做研究 研究妇女史的时候 看回 另一个性别 即是男性以外的性别 他们究竟对社会 对历史 有多少贡献 好 第二区 讲下不同的生活 女士生活的场景是怎样 你又可能会觉得 是古代的女人 要职报 我不用 我今天去买衣服 我不职报 好 其实呢 香港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很多女士都在男间女职 不过在车衣厂里面职 到后来车衣厂都没有了 那就转型做另一样东西了 好 我们以前经常都说的 一个家庭 开门七件事 柴米是原杖操茶 很多人今天都不懂得说这件事 这些是上一辈的人说 不过有东西很重要 开门就是七件事而已 未开门之前那件事 比开门七件事更重要 那件事是什么事 化妆 大家早上未出街 未离开睡房之前 可能都已经要做好这件事 才能走出厅那里 对吧 化妆很重要 不要以为今天的女士才是这样看 2000年前看待的时候 女士化妆都是一件大事 所以我们摆的其中一件重点展品 是这个盒 这个好像曲奇饼罐的东西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七个盒子 这个一般如果以前我们做展览 就是看待一个七盒 一个莲盒 再给名字 它叫七子莲盒 但我们今次强调它是一个梳妆的盒 我们要告诉大家用途 这个大的莲盒里面 装着七个小的盒子 其实是一个万用化妆箱 简单来说 一个美妆神器 里面装的是化妆用品 化妆用具 这个产品 其实如果你今天就算再做出来 其实都挺型的 黑色的七 七是中国一种很伟大的工艺发明 由远古的时候已经开始知道怎么用 在没有塑胶之前 这个是一个很强大的一种物资 轻薄耐用 弄好了之后没有毒 弄的时候很毒 防水 这个很重要 所以在很多器物里面 特别去看待 漆器是一个高峰时期 很多流下来的东西都是漆做的 再看到这个器的造型 黑色的漆上面再用红色来绘上一些文色 很典型的看待设计 很简约 就算你今天做也很型 中间还要加个用银箔做的齿替文 我经常说笑 这个齿替文是什么呢 中间这个东西 现在我经常叫它做四叶草 其实不是四叶草 它的形形好像四叶草 但是实际上是这家东西 最近秋天冬天 你会看到很多林齿 林齿上面的钉就是这个齿替 中国古代的器物 很多时候的造型 都不外乎由自然界的物品里面 拿一些灵感 其实拿得很好 好了 这个盒 有意思 这个化妆盒 西汉时代已经流行 到东汉的时候依然用 用到魏晋南北朝 相信都还在用中 都还有很多人用 为什么呢 我偶然地在这一张作品里面看到 偶然发现 这张是什么作品 这张是在大英博物馆收藏 一张相传是顾海之东晋的时候 一个很出名画家画的一件很出名的女士 你随便打上网都会找到这个资料 这张作品上面画其中一个场景就是 那些女士在这里整理她的移用 咦?有个镜台 旁边 这里以前没有人说过 亦都很少人发现这件事 这个就是这个七子联盒 你看看 盒盖上面这个银色的齿体纹 里面红色的造型 然后里面摆着很多小件的小的器物 还在用 这种潮流也流行了很久 你也可以看到 还有化妆为什么我说这么重要 再说这张顾海之的女士针图 它里面画的那些女士在那里化妆 其实整个图里面不同的部分是说 女士如何修为自己的得行 由移用开始 化妆不只是为了女为越己者用 不是为了取悦谁 而是都是一种修养 一种修为 你就要把你自己的身心修养 好像你自己化妆要这么谨慎 要这么专注去做这件事 原来化妆背后有这么高的理论 不下次买化妆品的时候 男士不要执目了 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文物里面的含量 是不是丰富了很多 再不是一件冷冰冰 和我们毫无关系的 一千年前以前墓里面的东西 原来和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紧贴的 再说回七子联合里面 装的东西是什么 其他的 估计一下 但是这个比较清楚 这个是马蹄形的 应该是装着一把梳的 我们同场的展览里面 都有一些古代的梳 你很多时候会看到梳的造型 而古代的梳 有时除了它真的梳完之后 它会插在头上 用来做它的头色的一部分 当然还可以有 你画眉要用筆 上粉要用刷 然后还会有一支饰物 假发 除了女人之外 原来男人都化妆的古代 男士化妆并不是现在的潮流 漢朝的时候 那些男士都要化妆 去到魏晋南北朝是高峰 那些男士要涂脂抹粉出街 你看魏晋南北朝的时候 你看《细雪伸域》里面 都不止一次说那些男人要化妆 好 由那个要化妆 正如刚才那张画上面 要有些东西你看着 是化的嘛 自己这样画完之后 不见到别人的 要镜 所以镜也是一种很重要的 生活上的物品 也可以从镜里面 看到不同时期的文化 这次我们展出的是一个唐朝的镜 其实用铜来做镜 其实在很古老的时代已经开始 漢代是一个高峰 唐朝是另一个铜镜的高峰 今天也有很多人收藏铜镜 唐代的铜镜都是属于厚重 而且它开始造型上不局限于圆形 它会加很多的花纹 这次我们这个就是一个零花纹的镜 上面还有很多吉祥的图案 不过 说多一点就是 这个是镜的底 镜的面是没什么 镜的面应该 因为镜的面是要磨滑它 然后用来照镜的嘛 以前的人又会问 古代镜 镜是黑黑黑黑的怎么照呢 或者你想想一下它未氧化之前 可能是黄铜的颜色的 照出来的人就是黄铜的颜色 大家可能想象这个 但是原来精细打磨镜 是可以磨得很光滑的 这个 为什么可以 以前的人用一段这么长的时期 都用铜的来做镜呢 有它的一个道理在 还有 也都反映到不同时代的人 那个审美的标准 我们除了这次厚重的铜的镜之外 更加有意思的 反而是另一件剪品 就是放在它旁边的 那个很小的 有病的 很薄的 一个宋朝的镜 有一个七的盒子 你两者一对比之下 大家会突然间 对于古代的镜的印象 是一改大家的印象 那镜是怎么用的呢 握在手上涌 吊着来涌 刚刚先前选的两张画 就给你知道了 镜后面有一个扭 扭那里通常会绑一条绳 它可以撑在一个台上 这个是一个镜台 另一个镜台 在刚才我们说的第一卷画里面 你会发现其中一个房里面 有个女士在打扮着 那个镜是安放在一个 用木做的一个镜台上面 所以镜 以前在它使用的场所 使用的空间里面 它是有一个台连在一起的 所以 有一句 那我们叫做禅 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神秀的诗 的解 接着另外六祖慧能就要量它 陶梯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说的就是这个 镜和台 都是很多文化的 不同的时候的生活的场景 很多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所以我们对于很多东西 已经是 可能听过 但是在我们的脑里面 还没有形成到一个图像 再下去 生活上面的物品 衣服 鞋襪 其中这个金冠 我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金冠是什么冠 这个叫金朝冠 不是普通人有的 有些人就会问 是不是皇后那些妃笨的官 都不是 以前我们看雨场片 看大戏 或者看古装片 常常有一种角色叫做 告命夫人 这顶就是给那些告命夫人 告命夫人是什么人呢 告命夫人是那些 她嫁给一个老公 那个老公做官 然后她老公得到朝廷的封赏 或者在她的官职上面 得到一个封赏 然后在封赏当中 再给云荣 或者叫做云荣 她的太太 那这位太太就会 如果她老公是一品官 她就是一品夫人 如果二品官 就是二品夫人 这个呢 品位呢 就是她 朝廷颁给她 还会有一张正书 那张叫做《告命》 所以这次的展览里面呢 就有了一张明朝的《告命》 明朝有位秦太太 姓秦的 她的老公很威衰 朝廷颁了一个封赏给她 然后就封了她 做工人 哎呀真是惨 封你做工人 是工建过工 所以你看到呢 那些武志明 或者有些人的族谱里面呢 她的某几代阿麻呢 叫做 譬如姓陳的 陳工人 她不是做工人 不好意思 工是工起法才的工 即是 她是有 一个高命在身的 普通的 会叫做愚人 不是蠢人 是 虎愚的愚 那些呢 就没有这种的咸头 所以你看别人的族谱的时候 你就知道 哦 原来有什么分别 不可以随便乱写的 那 我们又看回以前 我们看语长片的时候 常常都说 奉官下配 以前小时候搞错了 我以为奉官下配就是 嫁娶的时候 那个新娘穿着一套叮叮噔噔的那套 叫奉官下配 原来不是 是当朝廷给你这个 告命的时候 是会配一个奉官 即是金朝官 即是这个朝官 下配就是那套礼服 这套才是真正的奉官下配 不是结婚那套 那套是群伐 那我们还有其他 就是讲一下 譬如 嫁娶 这一顶巧 应该是一顶晚清的时候 一些有钱人家 他们用的花轿 保存得非常之好 那个轿身上面 是你看到很仔细的一些刺繡 都是一些吉祥的图案 你可以慢慢看一下 这些吉祥的图案是什么 比较特别的 是它保存到顶上面 这一个装饰品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顶上面 可能有一颗宝珠 或者有小小的装饰 实际是没有的 不知道是不是失了 但是这个很难得地 它保存到一个小的装饰 就是一个吉祥送子的一个公仔 在上面 那我们都估计 这个是一些有钱人家 私人用的 哇 私家花车 就是如果你结婚花车 专门整一架 是你家族专用的 很威衰 这个 因为它保存的状态 实在好像 不是很久之前的产品 如果它是一个出租的产品 肯定全残了 所以是很难得的一件收藏品 也都看到 就是说 架取的风气里面 这顶是四人大轿 也就是也都显示到 这个拥有者的一个身份 所以看到 就算简单从架取的文化里面 都会看到 如果我们以前 譬如我们文化博物馆 都有一些南方用的轿 木造的 很简陋的 就是 是红色 也有一些绿绿地色 但是更加有趣的就是 很多观众向我反映 我们以为大红花轿 大红花轿真的全部红薄薄 想不到 它是湖水绿色 然后再配襯金和红为主色调 我心想 你红橙橙 怎样配得出 那些 玛丹花 那些鲜艳的红色呢 所以它这个湖水绿 一配出来 其实是有一种美学的要求 再过隔壁这两件瓷器 生活上我们都说 由头到脚 由女到外 由外到女 我想大家看到很多 虎子 但是女士用的虎子 实在非常稀有 先前 九金山 即是三藩市 亚洲博物馆的馆长 过来都说 名字是听过的 但是原来是这样的 那这个 相信可能曾经是 是清宗里面流出来的物品 我们又多一个提示 又合理 清宗六百年是没有厕所的 是 故宫里面是没有厕所的 原本的故宫里面是没有厕所的 所以 后来那些卫生设备 都是后来在边皮的地方 才加进去 那 我们就理解到一件事情 当然了 富贵人家 会不会有这些东西 我不敢说 因为也没有一些 很详细的文献资料 去说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有趣的资料就是 我见过王永勇画过一张画上面 他画过一个类似这样的物体 和另外几个虎子 他写了一段的提拔 说了一个笑话 他就说 今天 在欧洲某个博物馆里面 有一件这样的东西 那东西 他没有了前面这个 弧形的兜兜的 似乎 它可能是烂了 然后他就把它割走了 就剩下方形的嘴 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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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 这个叫做 青花的芳虎 接着我们就笑了 虎就是虎 不过是夜虎 如果他以为他用来装酒 装水 那就大件事 掉转了用途 你放东西进去 把东西倒出来 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所以变了 就是说 在那个文物的流传上面 这一种的器物 相对是比较少的 其他博物馆都不多见 所以也都会令到人有所误会的 好 下面这个 如何有品味的生活 慈禧太后 给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大家 大家有没有想过 做自己品牌的东西呢 不介意的 自己可以试一下 做一套自己家里的专用餐具 以前很多有钱人 都会自己做一套专用餐具 慈禧太后都做了一套专用的器具 跟他的老祖宗康雍乾三朝那三位老爷一样 烧他自己的专门慈器 这个就是大雅齋 大大的名字写着 方死你认不到 所以你一上一看 看下去你就会认到 大雅齋这三个字 就是慈禧太后 专门烧祭给自己的那些花盆 生活上的器具 桌上的碗碟碟碟 有他自己一套的 那你都可以看一下 展现了他自己的个性特色 他喜欢一些繁物的花位 跟他自己画的 所谓慈禧太后画的花料画 是可以配对起来的 很彰显到自己的品牌 都是一种的做法 第三部分 我都要把时间了 原来四点半 真是没意思 第三部分 讲女艺术家的才华 才艺 历史上很多时候 我们见到有男的艺术家 多数都见到男的艺术家 但是我们这次很难得 找到很多女艺术家的 书画作品 还有很多刺繡的作品 因为刺繡不用说 99.9%的那些名家也好 普通的刺繡工也好 都基本上是女性 这样 这个也要配合到另外一个文化条件 就是一种所谓才女的文化 刚才我说 《女子无才便士德》 很多人的概念里面 古代是这样的 但是原来的世界不是这样的 她们也会培养到很多女性 不过她们的作品有多少机会流传 反而是另一个情况 明清两代时代比较近我们 而且有很多条件之下 令到明清两代 一些有出类拔萃的 艺术能力的女士 她的作品能够留下在那裡 一就是明魂龟秀 因为在明清两代很多 或者这么说 书画持名的家族 她们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是全男不全女的女生 一样传的 这位马泉小姐 清代的 她的爷爷 她的爸爸 她的哥哥 都是出名的画家 所以她是家学渊源 而且到她这一代的时候 她自己也都在地方上面 她教了很多明魂龟秀去画画 成为了一个当地 很有名的一个老师 所以开了一个风气出去 再看下去 譬如她这一张画 我们会看到她的风格 亦都这样说 你上去看 可能你会说 也挺配合的 因为女画家始终是 画花料画很直观的 很直接印象就是 女画家当然是画花料 这个也是事实来的 但是其实她们有不同的人 亦都会选择不同的风格 这个亦都跟她家学很有关系 马泉的那个背景 或者她家学成全的 是属于宋朝远体那种风格 写实的 很多时候我们说中国画不写实 或者我们经常用文人画的概念 日笔草草幾笔 比较抽象一些 或者简括一些的水拔 但是其实也有另外一条线 马泉正正走的是另外一条线 是由宋朝那种很宫世的花料画 带下来的 而且亦都注重写生的 她画的是什么 这张作品里面她画的 有蝴蝶 有圈花 圈花好像白花 圈花 后面这里比较特别 她画的是鱼美人花 即是欧叔花 很有写生的那种的趣味 相信正如文献里面记载 她家的后花圆里面 种了很多奇花二位 用来给她自己做她的铁毛 所以会看到她画出来的花位 那个自然的感觉是很强的 并不是跟着一些画稿 或者一些其他作品去仿目 而她用的功夫也是层层蝶染的 宋朝花料画下来的特色 那我们会看到一个女的画家 能够留下来的作品 可以给我们看到的一种风气 旁边这张不要误会 不是画是刺繡 一位很出名的刺繡家 沈关关 她用针代替了画笔 用线代替了颜色 也都是将一张有送画风味的作品 刺繡出来 所以当时一个很出名的文人 赞她她说 这位的女士 沈女士 她的刺繡 可以说是我们 吴忠的第一位 她能够做到送画的那种感觉出来 那当然了 再看下去 另外我们有其他的女画家 明朝 开这个所谓龟秀一派的其中一个 文精明的曾孙女 家学渊源 承传了比较文派的 或者我们叫做吴派的 那种水墨画的风格 典雅的 和刚才那张送画的那种写实 就真的不同了 那这种就是我们所谓相对比较 日笔 或者用意笔去形容的 很干净 很清爽的 也都因为她这种风格 影响了往后 这些龟秀画 花了画的一种风气 那当然了 也有另外一些 譬如周淑熙 她这种都是 贴近我们刚才说的送画风格 旁边这位孙女鳳 比较有趣 她的作品 既有写实的味道 你上去细节看 她也不是根画 稿里画 似乎她也有写生的功夫在背后 她用笔比较硬朗的 也不是每个女画家都优优油油油 很柔弱的 或者很柔弱的风格 她的用笔喜灵 有少少喜灵喜角 可能跟她的性格 都有近似 这位孙小姐 她的家庭背景 是她自小跟着她爸爸 她们三姊妹 家里当然是书香世代 她爸爸也做官 跟着她爸爸很年轻 已经去到不同地方做官 去到每个地方 她们会参加那些雅集 然后以她们自己的文学才华 去带动了当地的其他女孩 都去组织诗社 去写诗 因为本身来说 她跟着的老师很厉害 她的老师是玄梅 所以在玄梅篇的诗集里面 她有一帮女弟子 而她在这帮女弟子里面 排行第二 所以她的地位非常之高 好了 到她出嫁之后 出事了 很喜欢文学 很喜欢艺术 但当你嫁去一个家庭的时候 如果那个家庭 都不是太喜欢这些东西 就出事了 她就被她的 即是那边的家庭 去禁止她做这件事 一起之下 算数了 离开这个家庭 继续她自己的发展 所以你会看到 原来背后有这么多有趣的 或者是一些不尋常的故事在背后 并不是只是画 我们从画里面 是看到不同时期 不同女性的选择 并不是很单一的 而是很多各种 好了 明媛龟兽是一样 另一些有机会接受到 很好的书画 琴棋书画 诗书的训练的另一班女性 在社会上的地位似乎 可能不是那么高 她们就是一些清流的妓女 但是有少数 她们能够从文学 或者从艺术上 达到一个颇高的地位 明代的马商兰 薛素素 清代的李欣 都是妓女出身 后来有机会 嫁给了一些有名的文士 然后在书画方面 她们也受到当时的文坛 或者艺坛的一个清许 也有一些 故事也更加曲折离奇 比如李欣 她也是一个妓女出身 后来她嫁给了一位晚明的名士 叫做葛晶奇 他们两个非常好感情之余 因为晚明时代的战乱 曾经出生入死 在一次兵乱里面 这位李小姐 她曾经以她的身体去挡箭 帮她老公挡箭 真的做了挡箭牌 不过很可惜她老公最终 都在晚明的战争里面殉国 所以进入清朝之后 她一 没有再嫁 二 她是继续和很多晚明的遗文 明朝的遗文交往 她以卖画为生 她的诗经常透露了那种 明遗文的心态 也都因为这样 所以她也受到往后的文人的推送和追捧 所以我们会看到 她们的身份上面 不一定因为她本身的身份和地位 而影响到她的艺术才华 反过来 可能这些曲折离奇的身世 还帮助提升了她们的故事 那个丰富的程度 或者是她们的传奇性 说起才华 我们刚才所说的刺秀 刺秀 大家可能想的都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种 骚秀 好像将中国的刺秀 但到近代以来 真的有很多的改变 我们今次很难得拿到一个作品 一个藏品 这个藏品是一位近代 或者已经进入二十世纪的一位 刺秀明家的作品 这位刺秀明家都是姓沈 沈秀 就是这一位了 这里看到两个字 针臣 沈秀很小 应该她们都是一个苏州刺秀的家族 在晚清的时候 每个省都还要上贡一些东西 帮自己太后捉秀 江苏省送上去的 正正就是沈女士 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时候 她的刺秀品大得自己太后欢心 刺了个字给她 刺了个瘦字给她 从此她改名做审秀 刺个字给你不要紧 更重要的是韦尔重任 清政府是被她和她老公 在1905年的时候 去日本考察工业 怎样可以将传统工业改变 怎样学一些新的东西 去到日本她不单只学这些东西 她还看到很多西洋画 啟发了她的一件事 可以用针 用线 我们可以授一张送画出来 可不可能 好像西洋画那样 把我眼见的东西都授到出来呢 看到什么都可以做呢 还要做到好象征 她回来鑽研了一种新的方法 叫做仿真兽 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 每次我带朋友经过的时候 我先叫他们看一下这张是什么 西洋画 这张是旧照片 黑白照片 素描 不是 你看清楚 是刺繡 她就是这种仿真兽的开创者 到今时今日你去到苏州 你看到那些瘦的动物呢 好象征 眼睛闪闪闪 令那些眼睛反光的那种 其实都是源于二十世纪初 这位女士她做了一种新的方法 而且她不是修修埋埋 她更重要 我觉得她更重要的影响和创建 是在她的新思维那里 因为从她去完日本回来之后 无论在清政府时期 在民国时代 民初的时代 她都是一言再再而三地 开一些刺繡的学校 去教那些女孩 将这件事 将中国这种传统的顶级工艺 将它学制化 用现代的方法去教授 所以可以将这件事继续弘扬开去 所以你会看到 超越了个人在艺术上的追求 更加是令到一件事 或者令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 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 在新的时代里面生存 以及继续延伸发展 好 第四驱 第四驱 对男的艺术家眼中的不同的女性 我选了几张画和大家分享 但其实里面是有很多丰富的故事 不过我想这些留给你们 自己去展场里面去探索 当然了 其中一张作品 不可以不讲 不讲被人骂的 唐伯虎的话 唐伯虎的作品 唐伯虎的生平 首先那些人一来到立即问 唐伯虎是否有八个老婆 有没有点过秋香 你自己去找答案 不过我告诉你一个终极的答案 没有点过秋香 没有八个老婆 可能不止八个情人 唐伯虎的生平是怎样的 不是有花不尽的钱 也没有一个家底 也不懂武功 相信 我相信 小小时 他家旁边有个小朋友 跟他同一年出生 两个人只有孙子 想长大 但性格非常不同 他旁边的老友叫做文精明 他们长大之后 再认识多一个亡年交的好朋友 叫做竹之山 即是戏里面有陈百祥 还有一个不是叫周文彬 是叫徐征兴 这四个人 在明代的中期 吴忠地区 即是苏州地区 很有名 很有代表性 是当时的潮流人物 也是领潮流风气的人物 好了 唐伯虎 唐伯虎年轻的时候 真是才华还逸 很年轻的时候 真是少年得志 考到解园 所以他的名字是唐解园 解园是什么 江苏省第一名 下一步一踩进去 应该就是下一届的进士 所以他带着这样的心情 带着这样的荣耀 去考进士 又是差一步的 他就已经是金榜提名了 因为江南地区 其实在明代做高官 重进士 重状元的人 多得不得之了 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的文化底蕴 但是不幸运 他那一年遇到一个科长作弊案 被人拘捕了 最后证明他没事 但是都没用 因为你的仕途已经是没有了 你人生 是不是好像搭过山车 周星辞说 我实在是太刺激了 这样的人生 这样跌下来 还有跌下来之后又怎样 他老婆也要跟他离婚 本身他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家里只不过是做一些小生意 所以 不会有无尽的钱是否花 他要担起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唯有之后就是靠 卖文卖画 卖私为生 不是很好的收入 但是再加上他的性格很放浪 那你就糟了 收入不多 花钱很多 收入不多 花钱很多 怎样呢? 穷 所以整天都慎穷 穷酸老倒 就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他旁边的那个文精明是怎样的 文精明的家里也不是很有钱的 他爸爸 文精明的爸爸 在文坛也有些地位 在官场也认识一下人 但是不是一个高官来的 文精明很全心全意去考试 和唐伯虎一样 从小到大 考到五十多岁都没考到功名回来 考到自己都出了名 大学教授 都拿不到DSE的pass 最终是什么? 最终是朝廷觉得这个人太厉害了 请他进去做史观 一起去写历史 所以文精明就有另一个卓奥文太史 他可以进到汉林里面 和那班考到状元 考到进士那班的汉林学士 一起去收赞历史 但有问题又来了 你这样的身份 进去一定被人 很多gossip 很多人 喜欢他的就好捧 不喜欢他的就好弹 这也是一种文化 相对我们回到唐伯虎 唐伯虎只能够在江南过去的生活 难得地有个地方上面的凡凡看起他 请他做事 以为可以改变人生 谁知道他去到之后会发现这个凡凡 明朝有两个野心勃勃的凡凡 一个叫朱棣成功了 变成明成祖 另一个不成功的就是令王慎浩 后来都作反 最后反不成 拉了 唐伯虎是知道他有这种反叛的心 唯有用一种方法 炸颠 扮傻 你还是跑得回去 你刺激了 不適合我用 才执回一条命 人生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放浪人生是有他的背景 但是当然他的放浪人生也造就了很多作品出来 当时已经真是很红 所以可以也是靠这件事维持他的生活 给他们后一代的一个文学家叫做王世茂 王世茂是王世精的弟弟 给他们后一代的人 这一班是后一代的文壇领袖 他怎样看这位前辈呢 他就说 唐伯虎解缘于画无所不佳 画什么画都可以 山水画都可以 我特意给你看 香港艺术馆虚白齋藏的另外一张葵琴 《普琴龟去图》 唐伯虎的作品 山水很好 游功于美人 如果你数历史上画美女的画家 唐伯虎不是第二 都是第一的 另外那两个呢 另外有一些呢 就是另外那些 譬如清朝的改期和避丹玉 或者废丹玉 你可以在这个展览里面看到 都是画美人出名的 他给当时另外两个画家 一个叫前信举 就是前谷 还有一个姓杜的 杜琴 两个都是 在人物画方面 或者在其他画种方面 都很有特色 在他们之上 还有 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画到这么好的画 画到这么好的美人画 因为他生平风吻多 风流士多 懂得美女多 他们用这样的角度去解释 其实已经很 用一种很八卦 城市八卦的心态 当他是娱乐新闻去看这个人 好 讲回这张画 那这张画画是什么呢 唐伯虎似乎没有一张画 直接画过他自己 也没有他一张自己的画像 这张画里面画的是一个唐朝的故事 现在唐伯虎有明朝的人 唐朝的故事 就是那些人他见过了 没有 全部都是传说 包括他画这个内容 都是传说 在宋代太平港记里面 记载过一个唐代诗人 叫吹崖的 同一个唐朝的名记 叫做李端端的一段故事 两个才子佳人 但是不是爱情故事 话说这个吹崖是一个 我们用今天的词会 叫KOL 这位KOL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他帮衬的 他带货带什么货呢 他帮衬很多青楼 那些妓女的服务很漂亮 他就写诗给他 接着那首诗就佳之项文 接着那个妓女 或者那间青楼就奇门如史 你弹那些妓女 你明天就可以收拾包袱了 哇 这么厉害 KOL 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 他就写一首诗 去奉刺这个李端端 说他黑到黄昏走出街 他不出声 你看不到他 大哥 唐朝人 原来很喜欢白的 跟我们一样的 一样要美白的 大家一样要用美白的 那些美白产品的 你说那个妓女黑到这样的话 我不是要帮上昆仑劳的 那我还需要做生意呢 但唐朝的女生是很强的 你敢说我 我不会硬吃的 我不会收拾包袱就算了 我走去和你理论 在街上截住他 喂 阿崔先生 我是不是真的那么黑啊 阿崔先生看到之后 哇 不得了啊 眼睛起了心心 然后立刻写另一首诗 一朵能行白卯丹 大哥黑又是你白又是你 故事去到这里 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好 唐伯虎画了这张画 画的场景是什么呢 坐在那里当然是吹崖 拿着一朵花 走进去那里端端 把握到这个时机就是 一进去吹崖 见到 立刻改口 一朵能行白卯丹 唐伯虎很厉害 很有电影感 如果他拍电影 可能能支持王家伟 很有电影感 就是拿着这个最关键的时刻 他首诗写什么 《善和方里你端端信善能行白卯丹》 两句说话 讲了整个故事出来 后面那两句呢 谁信杨周金满市 因之嫁到属同孙 关过故事什么事啊 没有关过故事事的 故事里面没有说你端端 后来因为养磨吹崖 嫁了给吹崖 没有啊 两个没有发展感情 没有感情线在里面 后面那两句呢 如果我们看回唐伯虎其他画作呢 都是前半讲一样东西 后半讲自己的 谁信杨周金满市 我们改吧 谁信苏周金满市 燕之嫁到属红酸 那个红酸是谁 自己 她有这么多红颜知己 她在清流里面有很多 和她冒生露死的红颜知己 她第三任的太太 沈九娘其实都是妓女出身 另外她在写诗里面呢 她试过写过一首诗去悼念一位妓女 她叫徐素 徐素和沈九娘呢 是老友 是姐妹 即是 职业上的姐妹 都是唐伯虎的粉丝 或者叫做 都是很仰慕她 她会不会用这个故事 用这个诗去寄予她自己心底里面的一些说话 和她另外其他作品一样呢 可能 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们这样去看 接着呢 这张画也很好笑的 有人就会说 喂 是不是真的唐伯虎的东西 因为 现在我们看到所谓唐伯虎的作品 特别在外面卖的那些 十居其九都有问题的 博物馆里面的那些 流传有水就好一点 我们对比一下 有些人就会说 喂 唐伯虎那么出名 她的字是这样的 不要把文精明的字和她比 她的字就是唐伯虎性格的字 写得比较放一点 不是这么规矩 给你看看另一件 她在《普琴归虎图》里面 写的那个作品 你看她的筆画 其实那个特色都看到出来的 都不是这么规整的 而这个诗 都可以配合到 前那边的两句 是讲景物的 后面那两句 又是讲自己 总是要借一些位置来抒发一下自己 再看下去 挺有趣的 因为说就说是一个唐朝的故事 实际上穿的衣服 都不是唐朝的 这个明示穿的衣服 她戴的那个官 我们叫做东坡的东坡根 相传是宋朝以后的人流行的 当然明朝的时候也流行 穿的衣服 特别是那些女士的衣服 头饰 你对比一下 她这张画画的 和另外一张明朝 没有名的画家画的 一个作品 那些女士的衣服 头饰 是不是很接近 其实不奇怪的 她不是考古学家 她未必见过多少真正唐代 如果她画到 刚才那些唐朝 跳舞女仔的样子出来的话 那我们反而 有趣了 这个可以做研究 很多时候她们是会用 她们当时所见的东西 去套落古代 你说这个是不是 中国特殊的情况 绝对不是 如果你今天去到意大利 去看文艺复兴的那些作品 那些耶稣穿的衣服 是达文西的时代穿的衣服 你想想一下 十二 吃最后晚餐那张画 如果今天用那个观念再画过 就是穿着你和我的衣服 在那儿吃现在的餐 用现在的餐具 在那儿吃饭 这个是古人他们很多时候 都会用了他们的时代 早一点点的衣服去处理 所以更加有趣的地方就是 讲一个唐朝的故事 但是如果当时明朝的人 自己看下去的时候 感觉会是怎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趣 也是一种潮流 他们认同这种处理方法 他们不一定要求你画一种 他们不懂得的古装 或者他要你好像现在拍片 那些人就会说 这部片拍就拍三角 但是那些人穿的衣服 就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 我想古人他们对于那个演绎 其实也是一种潮流的想法 接受这种潮流 好了 刚才说唐伯虎是一个潮人 他建立了一种潮流 画美女是一种潮流 连他的名字都变成一种潮流 为什么这么说 去到清朝另一个画美女的名家 一个高手 叫做改期 他开一代风气之先 另一种画女士的风气 画一些很柔弱的 或者我们今天经常会用一个名字 叫做病态美的一种 在这张作品展厅里面 你会看到在唐伯虎的作品的旁边 再旁边就会看到这张 改期画的陶薇春去图 这张陶薇春去图的提拔上面 会说他这张作品是 没有六人居士 我最初看六人居士 我都觉得很奇怪 谁是六人居士 不好意思 后来再看一点 那张画上面那里 有一条折痕 折痕那里 洗走了很多东西 还有有补笔的 就是说 以前做修复的人 把那些不见了的地方 没办法做到的时候 他将那个字 余字 留到两个笔画 就变成了人字 原来是六人居士 谁是六人居士 唐伯虎 所以 你会看到去到清代一个出名的画家 都还要拿唐伯虎 来做他自己一个品牌上面的辅助 你会看到唐伯虎 建立到自己一个潮流品牌 画美女的潮流品牌 画风都是在改变中 去到清朝的时候 由改期和秘丹玉 他们开出来一个新的处理手法 那些女人是很柔弱的 弱不耕风的 这种风格一直到1920年代 30年代都还流行 张大千 都算是一个画女人很出名的名家 她30年代以前的那些女士 都依然有秘丹玉和改期的风格 很柔弱的 那些女人有个 这种眼袋我们叫什么 什么蚕 臥蚕 一样有这个臥蚕 显得她那种很柔弱的效果 很病态的那种效果 也是一个时代 我们会看这种潮流 为什么人们会认同当时这种 作为这种美呢 很难解释的 很多心理的反射在那裡 我们会看见 怎样一个这样 柔弱的叫美 证明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思维 已经随着我们的生活去改变了 那个时代人就接受这件事情 当然我们还有解释 那个时代人 见到女士的机会不多 其实是对女士的形象 有一种集体想象 也都集体接受了这种想象 好 最后讲一个故事 刚才我们讲的名记 最出名的名记 秦淮河的名记 晚明清初时代的秦淮河的名记 很多故事 生生死死都是那里 才子佳仁的故事 真正才子佳仁的故事 所谓有秦淮八言 今次我们有三言 因为有三个和秦淮明记有关的画作 一 董少远 二 扣白门 三 顾微 顾横波 有三张下来 秦淮八言离三个 都挺好的 好 选一个故事来说 这帮女士不只是sell靓 还有很多其他不同的东西 去将她包装成为一个历史的符号 董少远 一般如果我们以前看电影 电视 董少远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牵涉了 顺治皇帝 变了顺治皇帝的情人 变了一位董岳飞 但是历史考究 绝对不是这回事 而真实的事件 董少远 是晚明时代 秦淮明记的其中之一 他认识了一位 当时的望族的公子 无伤无辟僵 两个展开了一个爱情故事 就好像小说那些 大家一见海后 接着经历了很多波折 然后可以在一起 短暂的幸福生活 接着遇到战乱 到最后女主角死了 然后男主角写了一篇文章 写到情文并茂 星雷区下 怀念了很多东西 而这篇文章流传很广泛 而他们的故事也流传了下来 董少远的故事 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格局 在当时他嫁入了这个无家之后 有趣的 他不是那种又被大婆迫害 又被他们的家庭反对 反过来不是 而是最初他们会过了一段很幸福的日子 他帮大婆 照顾家庭也很顺畅 照顾奶奶也很好 教了一些大婆的子女读书 接着又帮老公做老公文学的助手 帮他整理那些文稿 偏赞书籍 很厉害 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 还有煮了一手好菜 还会做甜品 他老公很喜欢吃甜的 所以他自己亲自去熬製一些甜糕 给他老公 留住他的胃 就留住他的心 好了 幸福日子通常都不是很多 真的到晚宁的战争 到南宁的政权 到清兵打到来 江南的大家族很惨 从后来董事宣死了之后 《无双写的影媒音域》里面四卷 每卷大概千多二千字左右 其实就是说他们 由最初初相識 如何在苏州第一次邂逅 接着经历了一些波折 然后再说到第二章 他们在中间的反反复复 接着到第三章 他们家庭里面 过过一些美好的生活 到第四章 经历战争 最后 最后的阶段就是 在战争里面他们走难 不单止家庭都散了 最后他们就是要 剩下无双和他们 要守住组业 无双病了 年病六十日伤寒 他要照顾他 不眠不休地照顾他 他发老皮的时候都要跟他顶 这些是无双自己写出来的 好像忏悔式那样写 都挺感人 到最后 到捱好了老公之后 自己就顶不住了 就倒了 二十八岁就香烧玉云了 嗯 一个明昔生水暖的故事 这些这么丰富的题材 还要男主角自己 写一个情深缓缓的文章出来 这个文章加上这位男主角 当时是明朝末年到清初 南方文坛的一个重要人物 写出来的话 那自然就当然是传出去 所以也都成为文坛的佳话 为什么翻译到这张画那里呢 这张画不是原作 这张画是一张临慕的作品 一个比较后的时期的清朝的画家 叫周聚 没有什么特别大名的 他是林武的 但是林得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拥有这张画的人 写了这个故事出来 就是说 在他们的时代 冬箱和董小英的时代之后 原本这张画 原本这张画是一个黄山画派画家 叫做萧云虫的人画的 这位萧先生是晚明时代 黄山画派一位很出名的画家 其实也是冬箱和董小英的好朋友 好朋友兼画家帮你画的超像 不会太差吧 应该是很好 好到这张画的原作上面 有另一位诗人 很重要的诗人 吴伟业在上面提了一首诗 很长的诗 就是这里 这首诗是什么 如果你说影梅音语 四卷太长了 没有时间看呢 这首诗就是一个简单版 吴梅村、吴伟业 他将那首诗的异象 他们由苏州认识的经过当中 经历的种种 南明那个政权的黑暗 当时走难的痛苦 董小远怎样为了阿慕湘 捱出病来 最后香烧玉云 浓缩在这首诗上 这个作品最初由另一位文人买了 在南京那里买了 太爱这件原作了 就是萧云丛这件原作 带着周围混游四方 直至遇到周序的时候 周序就淋没了几本 其中最好的那个林武本 这位朋友 自己将原迹上面 吴伟业的诗再提一次下去 所以他credit了这件作品 是颇得其概 所以他爱而真知 所以我们今天也相信这件作品 是最有那个 反映到董小远的真实的样貌 也都是记录了整件事的一个 好像一个文献 或者一件信物 他将这个 这么动人的 明朝的一个生死戀的故事 带来到现代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女士 都会在这个展区里面出现 而且很多都是真有其人 亦都真有其事 很多时候这些作品里面 很多都是作的 包括了李端端的故事 可能都有很多想象 老作的成份 但是这次这个部分 他们特意选了很多 是真有其人 真有其事 譬如 这边这位姓袁的妈妈 寡母妇手 子大了 她都拿到另一个honor 刚才我说 告命是一种honor 另一种honor 就是以前的女人 都很不公平的 精折牌坊 相信她是拿了精折牌坊 所以在她家族来说 有一个大的荣耀 不过可惜她走了 她走了之后 她的儿子 因为都有功名 她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也认识了很多朋友 所以找了很多当时得令的名人 帮她写很多传 写很多她的生平 写很多诗去赞她 所以这个卷 后面那里很长很长的题材 唱到我们剪不出来了 所以在iPad那里展示 前面我们只剪出了雍方刚写的精折堂三个字 不用多说了 代表了这个女人一生的荣誉 旁边这张《基星夜货图》 讲一个伟大的妈妈 不算是寡母货 不过爸爸在外面可能工作 整个长年都回不了家 从小到大卷着儿子读书 晚上他职报 儿子就在旁边读书 最后儿子真的考到功名了 很有趣的 考到功名之后 就叫儿子不要做官 小时候 阿姨就问妈妈 为什么你管得这么严厉 只有一个儿子 你不要这样 我管得他不严厉 以后他很严厉 那怎么办 他没有成就那怎么办 好了 到他大了 有成就 考到进士 做了官 做了短日子 七年官 他说 儿子你不要做 你退休了 我也想和妈妈说 为什么 他说你的性格 那么率直官场 那么黑暗 不好玩 仰儿 什么100岁 长休九九就是这种 儿子把他妈妈的故事 写成了一篇文 这篇文 又是当时 好像一个教仔秘笈 后来就变成了这样 所以晚清的时候 另一位画家 沙服也是海上派画家 就把他这个故事 图像化了 画了出来 《基星夜霍图》 就是这个掌事传的故事 这位就是掌妈妈 还有一样潮流 就是当时的人画画轻 找一个人画的样子很写实 画完之后 就加一些很画意的背景 一张是这样 两张是这样 三张都是这样 第三张呢 有趣了 第三张严格来说 是一张生日卡 哦 为什么生日卡 这张是 吴昌石 可能大家听过了 吴昌石是晚清民国时期 上海一位艺坛的领袖 书画算黑的名家 这张画是他太太 五十岁生日的时候 应该是五十岁生日的时候 因为这首诗 是《贵仙五十寿诗》 是吴昌石写来送给他太太的 不过这张画很好笑 这张画不是吴昌石画的 这张画是吴昌石找他的朋友帮忙的 首先找了一个写肖像的高手 叫做允丸的 画了一个很写实的像出来 再找另一位海上派的名家 他的老友去画这些背景 然后自己提了这首 《贵仙五十寿诗》 这里还有一段小段 另一位书法名家杨燕写的提法 杨燕原来和贵仙是同乡 所以他称他是燕妹 称兄道妹 整张画就是这样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生日 你的先生都是一个很知名的人士 他找了一班名人 帮你做了一张生日卡 钱不重要 心意重要 这个《五十寿诗》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又是讲回过去的历史 画这个 阿贵仙 阿吴太 阿吴太 阿吴太在做什么? 阿吴太拿着把 好像黏刀那样的东西 拿着桶材 不是 他去采桑 为什么画家太太去采桑呢? 故事是这样的 吴槍石 年轻的时候很穷 但他都很努力想去考功名 他娶了一位女士 这位女士姓贵 不是 这位女士姓施 施贵仙 单名有个酒字 施酒 好像送壶酒给你那样 施酒 这位女士嫁给他之后 头了十年 两夫妻都不可以在一起 因为她太穷 连屋都租不起 老婆依然在乡下生活 十年之后才接到她去苏州 都要过一段很长的穷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晚清的时期 吴槍石 依然想考功名 依然想做官 想像旁边这个 阿掌哥哥仔 最后考中的进士 最多到时不做官才算 可惜她考极都考不到 考得来 连清朝都忘了 索性转行去做书画名家 比较早点转行 早点发 所以 在早期的时候 有一段很长的日子 家庭的收入是靠什么? 靠阿斯女士 採桑养残 我刚才也说过 这个是GDP 不单是全国的GDP 也都是家庭里面的GDP 寡母妇和小孩 都可以靠这家 所以她就是说 多谢太太 几十年来 可以让她安心读书 她维持家计 靠什么? 就是靠彩桑养残 去顶住头家 当然 后来她的不演生涯 赚回来的 多于这个很多倍 但这个是后市 所以这个是50岁的时候 送给太太一件生涯离物 就是多谢太太 每一个作品 你看到不同时代 不同身份 不同阶层的女性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故事 最后一章 我不多说了 提一提的就是 那个 高明 那张线 给一个高明夫人的线 是这样的 明朝的 这次的展品里面 有两件很奇特的东西 一 甲骨文 我最初看 我想来想去 都想不到 为什么甲骨文 会和我这个女性文物展览有关 直到 我再细看 他们的Foodnotes的时候 最初收到这个展览名单的时候 我明白了 因为里面提到一个名字 很重要 叫虎好 商朝 武丁王的皇后 很出名 虎好墓的墓主人 虎好 一个商朝的皇后 以前的历史 你看25史也好 你看司马迁的史记也好 你都不会见到这个人的名字 因为这个墓未发掘之前 甲骨文未大量地解读之前 是没有人知道有这个人的存在 知道了之后就很厉害了 这个皇后 文字武功都非常卓越 大兵打仗 治理国家 主持祭祀 即是国家大祭司也做了 是 严格来说 即是威过皇帝 事实是 所以是一个 在上古时代 一个出类拔萃女性 他们摆这件作品 更加有意思的就是 原来我们一直看 好像在长期以来 中国社会女性 好像是一个男性社会的附属 但是在远古的时代 原来不是的 可以很出类拔萃 接着两个皇后的对比 这个是三千年前的皇后 这个很近期的 是杜光的皇后 杜光皇帝 人生是很奇特的 我经常都说 这个皇后就冷手撿过热尖堆 为什么呢 这张是她还没做皇后之前 她是福晋的时候的一张成绩表 皇室颁给她一张成绩表 赞她有孝心 做人做得好 够谨慎 当时她是继福晋 什么是继福晋 杜光未做皇帝之前 还是皇子的时候 她的太太就叫福晋 她第一位太太死了 所以有一位继福晋 这位做了福晋之后 一直到杜光做皇帝 自然升格做皇后 由做皇后做到死了之后 封了她做孝慎皇后 孝心延续了金冊所说的 她的孝心 神 我觉得这个谨慎很重要 如果我们经常看公斗片那些 总是觉得里面波云鬼叫 很多古灵精怪的东西 她能够一路风平浪静 没有什么丑闻 没有什么事搞 就去到死了 都依然持住她的皇后之位 有一手 也都是各自不同的命运 不同的女性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身份 不同的命运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展览 我们当然也加了一个现代的部分 就是我们不想只是纯粹说以前的时代 我们想用下今时今日 我们时代 我们身边的不同的女性 来又讲一下她们生活的祭遇 所以我们很偶然的机会之下 请了这四位各自在她们的行业 或者在她们生活的范畴里面 都是独当一面的女性 去给了一些生活的感受我们 那样 因为我们讲女性形象 刘天蓝是一个形象设计师 也都在过去 很多由姊妹到影视制作 她是参与了很多设计形象的一位专业人士 李慧斯不用多说了 现代的女性 明朝的时候那些人束缺也好 怎样都好 都在自己的花园里 我们现在做运动可以做到上国际 代表香港 代表到中国人 是吧 另一位 年轻人可以追梦的 她自己有个访问都说 以前那些女性没有什么选择 要你上副教纸 你上副教纸 我不想这样做的时候 但是作为现在一个时代人 我有一种梦想 我从小时候已经想做DJ 我就一路终于做到 终于做到 消防员 厉害 传统上认为一定是男性的工作 今天不是的了 如果你这样想了 如果你这样想 消防员 不过他都很厉害 他都要考很多次才考到消防员 而且他还是香港跆拳道的代表 挺能力的 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角度 去再给多一个不同的方向 大家看看 女性在中国文化里面 去到当代 去到香港的文化上面 她们的角色 她们的身份 她们的形象 会是怎样呢 当然了 很多时候 形象这件事 都是一些 和娱乐 和那些有关的 所以 其实最容易创造到一种形象出来 就是娱乐事业 难得地 我们管 就有很多流行文化的产物 战后以来 很多明星的照片 电影的海报 很漂亮的照片 不同时代的大家的偶像 大家的女神 或者代表那个时代 好像阿姐那样 她代表了七十年代的时候 哇 乐林的形象 不单止由一个影视的形象 而变成了一个社会集体的一种回忆 所以你会看到 我们又用了这些材料 用来做了一个部分 希望又用另一种的角度 去和应一下我们这个展览 这样去构成我们一个 由古到今 我们用潮流的角度 我们去看看文物 我们也去看看文化 去认识我们自己 认识我们的文化 那我今天 超早多事了 不好意思 多谢邓博士精彩的讲解 令我们获益良多 现在在问答环节 我们会先解答 香港文化博物馆YouTube 频道观众的问题 第一条问题就是问 在众男轻女的古代 为什么会有以女性为主的 是旅行乐图呢 其实呢 反过来看 刚才我都说过 这个展览 正正打破我们对古代 很多约定组成的想法 这张作品 众男轻女 可以是事实的一部分 但是 其实 这张作品 你会看到 哪个才是顾客 它的 主要的顾客群 是男士 还是女士呢 我昨天也答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 二百分 什么叫二百分 八成 看这张作品的 应该是男士 也可能是出钱 做这张作品的主顾 但是 因为这张作品 其实有其中性的部分 中性的部分 就是男女露少佳怡 那就是说 如果这一件作品 是落入了一个有钱 或者一个 有这样的身份地位的人的手上 他会用在一个什么场合 用在一个民酒知会里面 用来大家和他的朋友分享的时候 他家里的女眷 一样可以开一种这样的派对 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我们有另一件剪品 《杨俊的豪家娱乐图》里面 正是描写一个有钱人家的妇女 她从春天到秋天 各种生活的场景 在其中一个场景里面 她就约了一班 她的女性的朋友 或者家属 在一个庭院里面 一路喝茶 一路看那些画作 如果这些画作里面 有一卷这样的娱乐图都挺开心 所以我就会用这样的想法去想 这个跟你说是否 刚才我们说的 男尊女卑那样东西 就没什么关系 因为这张图还要说的信息 不是在这里 好 还有第二条问题 就是问画中呈现的古代女性 好像看起来都比较柔弱 请问古代女性形象 是不是一直都是这样 有没有例外呢 或者有没有比较男性化的形象呢 嗯 这个呢 就要看两个情况 第一看画的人是什么人 第二 都是刚才我说的 要看受众 如果我们刚才举个例子 说清朝 改期和废丹玉他们 或者叫废丹玉 他们那个作品 展示出了一种柔弱美 是一种当时的共同接受的东西 可以的 那就是说他的受众是接受这件事 那当然了 那些作品里面的题材 会说什么呢 会不会说一个女将军呢 历史上比较少这样的人物 不是没有 是杨家将 但是杨家将不是完全历史 所以这次很有趣的 我们其中有两件小型的展品 一是一张电话 电话上面画的就是木桂英 大破天门关 这个是一个戏曲里面的题材 标榜一位宋朝的时候 女英雄杨家将里面的一员 另外 还有一块小的木片上面 刻了一个女英雄 中国有多少个女英雄呢 拍过电影 拍过动画 木兰 花木兰 都有的 所以说形象是否单一呢 不是 只不过我们拿哪些形象来多说 也都这么说 画画的时候哪些形象会出现得多 名记 美女 出现得多 故事 有趣 背后那个内容 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所以 也都很多材质家人的故事 去配搭了整个配套出来 所以我们会看的就是 一件事或一件作品 它的存在 不是说那个艺术家他想怎么就怎么 而是有他的文化背景在后面支撑着那件事 好 谢谢邓博士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场观众先问一条问题 如果观众有问题想问 稍后可以再留下问 我问之前有点反应 即是说 即是说速谷那里 今年自然很 而联想三寸金铃 但我相信 扎了脚的 妇女很难 玩到速谷 因为脚就变了形 所以今年这两个字 只是形容女性美丽的步姿步态 是形容她们漂亮的脚 所以就不应该理解为三寸金铃 这个是我的看法 想问一下就是 刚才沈秀那里 那些文字太快太细 他有提到那个撑针 一种很特别的刺售方法 有没有资料说到 这是究竟什么刺售方法 很多谢你的分享和意见 老实说 对于刺售的技术和工艺 我自己真的不认识 如果 我相信今时今日 在网上 你要找回相应的资料 相信是有的 所以我提议 可能你去看一看 当然了 既然你提出这个问题 往后我也会去留意一下 这件事情 因为今次我们这批作品里面 其实它包含的品类是非常之多 所以中间牽涉的内容也真的很广阔 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只是皮毛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可以再深入仔细去看这个展览 找到更多有趣的东西 然后去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不要浪费这个展览 因为它里面真的很多 它也比我们用另一种角度去认识 或者去看到中国的文物里面 那个很包罗万有的一个世界 多谢你 多谢大家的发问 再次多谢大家出席参加 亦都多谢博物馆馆长邓文亮博士的讲解 香港赛马会呈现系列 仲女尋他 南京博物馆床 中国古代女性文物展 现正在一楼专题展览馆一二 及聚员厅举行 展期会去到2月27日 大家要把握时机 不要错过这么精彩的展览了 接下来在2月11日星期六 下午3点至5点 香港文化博物馆会有另外一场讲座 是由香港艺术馆前首席研究员 智乐楼及5馆中藏品 司徒袁杰先生为大家主讲 题目是 《金灵》 《明末青初画坛大都会》 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观众 就记得亲身来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出席讲座 万物错过 康文署娱乐频道 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节目 大家想知道多些 欢迎登入以上网址或者掃描QR Code 或继续追踪我们香港文化博物馆的网页 YouTube频道和RG帐号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肚年万事如意 再见 един 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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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